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林科之路的征召 我们来看看上期排第一的评论是什么 当然上期我还问了怎么把林科之路上这个几百万金币造掉 它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就是点评一些特别好的球员,特别好的卡 我看看吧,从下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做一下 我本来以为大家是让我开卡包什么的 点评一下,这个卡也是不错的 非常感谢人家朋友,五点去放羊 我们上期有关林科之路评论最多的是这位朋友 黑的像碳,他说优先422,然后有传奇就选传奇 没有的话就巴萨,再没有就西甲,再没有就英超 我们这个选人的阵型里没有422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和他最像的442 然后把那两个边风让他往里插插呗 其他的也没什么就是按照要求一个一个选的 我们还是就着这个背景 先来说说EA最近出什么新东西了 昨天吧,EA出了一个新的Pitch Note 介绍了一下FIFA20的一些新的游戏 就是Gameplay方面一些改变吧 我相信不少观众也看了,如果还没看的话 我会把原文的连接发在视频简介底下 然后FIFA安网也翻译了 翻译的连接我也会发在视频简介底下 大家可以看看,我就不逐一一条一条说了 我只是就着这个Pitch Note说说我的想法 基本上EA就是说我听到了这个玩家的反馈 我知道这个游戏在游戏本身上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已经着手改了 但是有些问题太复杂了 FIFA19改不了了,FIFA19就只能这样了 如果你想玩改之后的版本呢 就请买FIFA20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对于我来看来说就是一个补定 本来应该FIFA19发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出于营销的考虑 还是人员不够确实研发有困难 反正放到FIFA20里了 其实从1月份之后 他对Gameplay就没有什么大动物了 这个每年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为他毕竟是个年度游戏 而且他运营或者挣钱的Circle 就是这个循环已经掌控的或者说处理的很好了 他们估计也不希望给自己添加不必要的麻烦吧 而且现在也不少挣钱 英国游戏销链榜上不出新游戏的话 FIFA19基本上每次都排在前三 所以其实我也不指望这个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些皮身友说什么东西吧 然后好说我的想法 反正第一个就是改进的防守 大家一直诟病就是AI防守太强了 然后手动防守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奖励 手动防守好多时候都会弹下去这类的 反正就是说我知道了 那我就削弱这个AI的防守增强 这个手动防守的成功率这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区内的简单的单刀的射门 就是不稳定 其实有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很简单的射门反而进不去 然后也说知道了 我会增加这个进区内进球的这个成功率了 进区外的射门成功率又太高了 也说我知道了 我会削弱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精准射门吧 精准射门反正就是还留下了 但是会做一些改变 反正就是降低精准射门这个成功的几率吧 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说这个凌空啊 挑球啊射门成功率太高啊 也说知道我会改的 然后还有就是花式的连接 刚才我也做了一些这个油炸板子连续 也说我也知道了 这个是有点夸张 我会削弱的 然后还有对应着这个进区射门的手控门将 手门将说现在移动太快了 我会让移动慢一点了 然后传球 传球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他也说啊 增加这个传球的成功率 还介绍了一个什么新的传球方式 这个传球总传不准 真的已经想游戏体验了 一直就是总给人感觉这个手柄是坏的 然后还有坏人 你坏人特别明显 就是有时候会卡死在一个球员上 比如你抢了这个球了 但是其他球员离这个球更紧 你想切死也切不动 你就必须控制你当下这个球员跑 就去拿这个球 这个问题 FIFA19一出来就有 大家一直不停地说 他就一直改不了 说飞巴手给你改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以上所有 你看我说完之后 其实他就是一个大补丁嘛 这本来就是FIFA19这座当下应该解决 但他说有些东西 比如防守涉及的这个方方面面太多了 不好改 而且需要这个长久的测试什么这类的 我就相信他嘛 但是这个游戏的核心的底层的代码 我一直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球不是圆的 他这个球就像 牵在两个球员之间的一个线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这个球弹的话 从来不会弹到 或者很少会弹到一个无人区域 如果真弹到一个无人区域的话 就是要不就出底线 要不就出界 不然的话会即刻弹到 不管是几方还是对方 一个球员脚底线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 这球不是圆的意思 这个球不是圆的 就给AI电脑在游戏中作弊提供了空间 然后再加上DDA DDA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相信 这个它是存在 DDA就是动态平衡 具体不清楚的可以百度去 就是你领先之后 降低你这个赢方球员的这个数值 增加这个落后方圈的数值 或者说球有倾向性的 弹给落后一方之类的吧 你说这两个核心的东西 或者底层的东西它不改 之前说那些东西再怎么改 这个游戏体验啊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DDA这个事 EA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 所以在这篇pignote里啊 它也没有提 我觉得应该不会取消吧 因为DDA当时爆出来是因为 那个EA深的一篇专利的文章嘛 它那个DDA的就是结论 或者说效果来说 就是让玩家沉迷嘛 增加玩家在游戏中的时间和时长嘛 这个对一个评价游戏 是不是成功还是很重要的 早年间都是单级游戏嘛 你在这个游戏中玩的时间越长就说明这个游戏可能就越成功嘛 到现代来说这个就是你在游戏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 对EA来说就是这花绿点买卡包嘛 对不对 它才能那个多挣钱嘛 对不对 而且在这篇pignote里这个gameplayupdate之前啊 有一段介绍性的一段话 其中提到的就是说 他们会听取各方面这个玩家对这个游戏的反馈 他把玩家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就是职业 第二类核心玩家 第三类就是业余玩家 其实我不太明白 EA为什么把玩家分成三类啊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EA要照顾新手玩家 所以动态平衡在 让新手玩家不至于虐得太惨 问题现在不有Divian Rial在吗 这不就是应该这个新手玩家来学习这个游戏的东西吗 我一直觉得你把游戏本身做好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玩家分类呢 不同类别的玩家对这个游戏的反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以上反正就是我对这些pignote的一些想法看法吧 大家如果有观点的话 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来说回比赛啊 我们这套阵容还是可以的嘛 最后来到了决赛 但是来到决赛就贵了 对面基本上踢得点不错 然后反击也很犀利 然后抓住了我们这套阵容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两个中后卫慢 基本上一个反击就是一个 一个直赛就是一个 防不太下来 当然我们进攻也有问题 也有些机会 也没有抓住啊 但是维尔多大姆呢 60多分钟 我投球砸进去一个 这个球跟那个 六部踢巴萨那个球很像 然后到了75分钟啊 我们还有机会 古利特有很好的机会 直接踢到这个门将怀里了 这一套阵容中唯一一个比较新的球员 就是维尔多纳谷啊 这一张篮卡 总比较说感觉 尤其进攻方面射门还很不错 这又是维尔多纳谷 进去那一季这个搓射 贴地盏 还是炫进去了 但已经86分钟了 我让他踢的是 Bounceball中场呢 总的来说 他踢中场不太好 模型还是太小了 然后基本上 中场没什么拦截 但他速度和身体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他最合适的位置 还是个前腰 总的来说 这张卡还是可以的吧 射门也不错 控球的手感也不错 对于他这个身体来说 力量已经够了 那就是太矮了 所以踢前腰的话呢 可能会 这个突出他的优势啊 削弱他的这个弱势 然后他跟范定克 又是非常好的化学嘛 所以开场之后啊 把他换到前场 应该挺不错的 我们今天捐一门 最多的是坑坑杯 也非常感谢高比利 凯贝纳G228 第二轮的选人 也没什么好说的 坑坑杯一个一个选的 我们还是借着这个选人的背景 借着说 EA新出的其他活动 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EA放出来了 新的这个赛级篮 是西甲和土耳其联赛 土耳其联赛这个球员 虽然数值很高啊 但我没看见什么入眼的 然后西班牙那个 邓贝来好像还是挺不错的 热度上现在来说很高 但是好 定价又定低了 三个平台上都看不见卡 然后还有本耶德嘛 本耶德三个平台上 也看不见卡 热度也挺高的 本耶德看着也不错 本耶德普京就不难用 所以这张兰卡应该会更好 还有赫塔费一个中后卫 93的总评 90的速度 94的防守 90的身体 身高太矮了 只有176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中后卫 西班牙人呢 我觉得不错 叫什么赫莫索吗 国籍也不错 西班牙正好跟拉莫斯相搭嘛 总评有87 速度很快91 然后防守也有87 也不贵 现在市面上才20多万 184的身高 反正身高点矮 但是它弹跳还是很不错 就98 我倒是觉得这个中后卫 可能倒是还不错 虽然总评不是这么高啊 但感觉一些关键数值 都还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SBC给了一张歌丁 周刃舞里有一张 左边位的亚亚 还有一张前锋的苏特亚尼 还有一张来自 土超的一个前腰 但感觉这几张卡都一般 反正亚亚可能还行吧 剩下两张感觉 基本上就是献祭的货 我就在想EA 就是SBC啊 周刃舞啊 给这么多篮卡 但是现在 对这些篮卡的献祭的需求 基本上很少 不知道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出这个赛季最佳阵容的时候 就各连的混在一起啊 会不会出个SBC 这个需求这些垃圾兰卡 至少这个一套这种里 献祭两张 然后可重复SBC 这种感觉吧 反正我总觉得给这么多 得有用的地方吧 所以大家就是做这个周刃舞 是一方面啊 另外就是便宜的垃圾兰卡 总评在84左右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一亚收一张 放在俱乐部里 好多84左右都是一万一 一万二的样子 即便最后用不上 基本上也不赔什么钱嘛 另外在Peachnote领文一段啊 英文里有 中文那个没翻译 领文一段就是说 我听取了就是各个玩家的各种反馈啊 虽然暂时在Five19里没什么反应 但是我们都听到了 大家也知道希望可以对这个生涯模式啊 还有在线的小人模式啊 做一些这个更改或者说更新 他们好像也在做 而且坊间传言啊 今年对生涯模式的改动还是很大的 当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消息流出来 但是EA在下周六八号吧 美国时间啊 应该是一三展上吧 EA会让玩家试玩啊 EA要出的各种游戏就包括Five19 到时候应该会放出来一些内容 EA每年反正还是挺重 这个一三游戏大展的吧 然后从这之后啊 EA就会不断放出来各种Five20的有关信息了 我也会在宁可知录里 像这样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的 说到生涯模式啊 其实我线下也做嘛 基本上每年都做一到两档这个经历生涯 我觉得目前为止经历生涯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跟AI踢球本身这件事情 相反来说是很无聊的 但是EA这么多年了 从我第一年接触Five开始玩生涯 或者说从我第一次接触足球类游戏 开始玩这个经历生涯实况的时候 这个生涯模式的核心本质内容 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其实生涯模式最好玩的例子 我觉得其实是足球经理 他你也不用踢比赛 但是足球经理给你一种养成的成就感 但这个Five20和实况 基本上从来没有给过我 你个玩生涯 最后其实就是不停的个电脑踢单机嘛 但是最后能奖励你个奖杯 当然你也可以转会什么的 但是EA这个转会做的也很操弹 一是没有声望系统 你只要有钱 钱谁谁都来 二是还有冬季免签 三就是EA的球探系统也很操弹 就是数据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你不管开几岛 这牛逼的球员最后数值都会指定在一个范围 然后小人也很操弹 因为大部分都是残疾人 要不就是小快灵没花式 要不就是矮装宽有花式 这都不是正常的球员的模型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所以玩生涯就是很难给我这个 比如说我把一个球员从莫无闻带成成名 或者把一个球队从莫无闻带成成名 一种成就感和喜悦感 基本上我现在很少能体会到 我们再说回这个征招本身 我们又杀入了决赛 但是对面这套进攻体系还是很强的 我们这一套阵容的后方线 比第一轮的征招的后方线要好一面丢丢 但我也非常不满意 德利克特的问题 就是他虽然速度有80 但是他带球和敏捷都太低了 上场比赛就是端完球之后 直接让人家的领走 形成一个单刀 这个德利克特的问题特别多 然后旁边站的这是胡梅尔斯 也是一个矮装奔 但是如果这两个球员踢百大巴 加方反击可能还行 但是我之前说过了 我不愿意这么踢 所以基本上也是人家一个反击一个准 还是很艰苦的 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后腰的不辞可辞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烂的一张卡 我已经试过他几次 每次给我都是一样的感觉 你看这个防守 罗纳尔迪尼奥都比他靠后 我不知道他去哪 还有问题就是即便他在位置上了 他很难把球干净的抢下来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抢完之后再弹回去 抢完之后再弹回去 然后一弹他就瞬间被过了 等于我每次防守的时候 好多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后腰的保护 让我非常尴尬 当然我没这个都截到这个画面里 当时直播的时候那个弹幕都看疯了 虽然最后平衍诺塔亚尼奥搬回来一个球吧 但是还是输了 而且对面射门成度也非常高 五次射能进了四个球 最后奖励还不错 给了我们一个小活蛋 然后这套阵容里还有赛季篮的加大布雷和桑桥 加大布雷一般般吧 但是总的来说给我印象不是太重刻 我由于没有右边后卫 好多时候都让他踢右边位 他右边位其实踢的还是不错的 桑乔自然说也不错 速度也很快 然后捷克球也不错 射门也非常好 射门真是超出我的想象 他有过一较远射 还有一个投球 但是他应该没有特殊动作 所以带起球来跟内玛尔哈扎尔 还有梅西的感觉还是差一个档次 前面我说那三个人 球离身体结合都非常好 桑乔还差点意思 桑乔带球给我感觉有点像马内的感觉 球法离身体还是有点远 但总而来说也是一张不错的卡 后面我又开了一些卡包 反正开门我都截出来了 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评论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看看 给你喜欢的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还是选这个点赞最多的评论 另外还是打个广告吧 大家如果需要买金币的话 还是请大家去视频 上打出来这个淘宝的卖家去联系他 帮上我的ID可以打九折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地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地在接近 我们下期节目地在一起